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汪哥,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关于童话和梦想的故事,消逝在远空中。 电影一开始,一架飞机降落在机场,男主从飞机上下来,静止走向了机场中央的一块空地,然后蹲下来研究着什么,空姐发现了她的异样,过来问她发生了什么,只见男主蹲的空地前方赫然是一只孩子的鞋子印。 面对空地的疑惑,男子开始讲述起这只鞋的故事,男主小时候跟随爸爸来到了乡下,爸爸来到这里是担任机场修建指挥的,但村民们认为他是在践踏农田,所以反对修建机场。 对这对父子的到来也就不太友好,但出现这种事也是他们无法避免的,男主很快转到了当地学校,班上的老师是漂亮的左和子,村里的单身汉都十分垂涎他, 但是左和子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,那是一个神秘的向往飞翔的男子,他每天晚上会在树林里和左和子约会,带他去往云端的世界,但白天男子就没了踪影,再后来男人彻底消失了。 可是左和子还是在树林里一直等他,而男主刚来到新班级,就因为乖巧的长相迷倒了一众女生,其中包括斑花惠里香。 这让喜欢斑花的男孩公平十分嫉妒,公平家里是开奶牛养殖场的,如果修建机场对他家的影响不言而喻,所以公平的男主的态度十分不善。 两人在田间对决,结果滚进了粪坑,不打不相识,两人反倒因此成为了朋友。 男主也因此认识到这个村子对村民多么重要,他回家质问爸爸为什么要毁掉村子,父子俩大吵一架。 男主被打了一巴掌气得跑出来,正巧遇见出来洗内裤的公平,两人边走边谈心。 来到山顶的一块高地,将那里当成了他俩的秘密基地。 正当两人看流星时,他们遇见了用望远镜抓流星的日晴。 日晴是个古怪的女孩,她相信只要看见流星时,转动望远镜的镜头就可以抓住流星,因为她爸爸曾经抓住过。 日晴常常会展开双臂朝着天空说奇怪的语言,她说她是在召唤外星人。 原来日晴的爸爸是个天文爱好者,但爸爸在观察外星的时候失踪了。 日晴觉得爸爸是被UFO带走了,所以才一直在等待着UFO。 一天,男主和公平放学回家,遇见了被村爸欺负的赤星,于是上前帮赤星出头。 几人因此结识,赤星是个傻子,整日抱着个鸽子龙走来走去。 据说,他有一个十分疼爱的弟弟托马,但因为太过疼爱弟弟,所以将他抱得太紧给捂死了。 自那之后,赤星一边喂鸽子一边等弟弟回来, 男主的出现让他十分欣喜,他将男主当成了自己死去的弟弟,赤星很快和他们成为朋友。 因为认识这么多奇怪又有趣的人,男主渐渐爱上了这里。 一天,公平外出七年的生物学老爸突然回到了村子。 随着公平老爸的回归,村民们的抗议也达到高潮。 在公平老爸的带领下,他们折战了工程队,男主老爸似乎被他说动。 原来,男主老爸和公平的老爸小时候曾是旧友,但是修建机场这种事不是他说了算。 不巧的是,村爸发现了这俩的旧友关系,觉得公平老爸出卖了他们, 为了报复他便杀死了赤星的所有鸽子,同时破坏了他们的秘密基地。 然后嫁祸给男主老爸,并趁机给赤星一把枪。 其阴暗目的不言而喻,赤星本来就傻里傻气的,拿着枪, 气急败坏地打了男主爸爸一枪,但好在没伤到要害,男主爸爸捡回一条命。 男主和公平为了弥补老爸的过错,决定帮助村民。 他们叫上村里所有的小孩,准备在夜里将被预定修成机场的麦田打造成怪圈。 但是中途,守夜的警卫醒了过来,逃跑的时候, 公平的一只鞋子陷进了泥里,怎么拔也拔不出来,最后他们只好弃邪而逃。 让人没想到的是,就在当晚日晴的陨石飞上了天空, 外星人似乎真的在他们的麦田里响应了下出现了。 天空出现了异象,麦田怪圈的出现成功让工程停下,男主和爸爸也因此离开了。 但是多年后,这里还是被建成了机场,公平的那只鞋就这样被埋在了地下。 而男主坐着飞机回到了这个地方, 见到了曾经的好友,说起来有一点点讽刺, 但在年少时能有志同道合的人, 为着同一件事而疯狂过,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?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